我個人的推測 因為俄國它堅持 強調說它肢體碰撞沒有發生 用武器攻擊也沒有發生 但是問題就在於 蘇二七是這種超音速的戰鬥機 50號的這個無人機 是您看到有螺旋槳在轉 它是慢蘇機 那一塊一慢 快的一個戰鬥機 超音速的戰鬥機 從它的前面飛過來的時候噴 把它的燃油把它卸出來 卸出來了以後 它一定會產生氣旋 然後空氣的密度也會改變 因為這些油噴灑出來以後 也會揮發 然後也會沾到這個無人機的上面 那還有就是它產生的氣旋 也會很強烈 那這一些都會對於它的感應器 對於它的發動機都會產生一些干擾 那當然看起來是無人機 確實受到嚴重的干擾 它失控了 那失控了以後 我判斷 美國的地面上的操作的飛行員 判斷應該是這個飛機 那個沒辦法把它飛回來 把它回收了 已經沒辦法讓它穩住了 應該是沒辦法回收了 然後就只好讓它墜海 因為墜海 在墜海之前 他們要啟動自毀的程序 所以美國的控制方 應該就把它裡面的 這些極為敏感的軟件的資料 那麼在空中開始進行毀壞 然後最後讓它墜海 然後盡量讓它的殘骸 不要被俄國所獲得 最好能夠把它墜海的時候炸得粉碎 那迫害的越嚴重 俄國撈貨的這些殘骸 它的價值就越低 我估計應該是這樣 但是誰對誰錯 基本上來說 美國的這個無人機 很明顯的是 飛到了克里米亞半島 這個空域 而俄國它在很早以前 也就是在一年前跟烏克蘭 發動這種俄烏的軍事衝突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空域 化為它的特別行動的空域 由於克里米亞半島 在更發動烏克蘭戰爭之前 已經併入了俄羅斯 所以它基本上是 俄羅斯的領土的一部分 當然國際間有很多國家沒有承認 有一些國家有承認 有很多國家沒有承認 那聯合國也沒有承認 先強調這一點 聯合國也沒有承認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它已經宣布12海里 就是它領海往上 就是它的領空 那美國的無人偵察機 或是無人偵察打擊一體機 那麼進入它的空域的時候 對美國人來講 我有自由航行權 對俄羅斯來講 就是你沒有 所以俄國實施干擾 驅離 這個對於雙方來講 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問題是在於 那美國還會不會繼續做 然後俄國也會不會繼續給它反應 第三個問題就是 美國下一次拍過去的無人機 是會帶彈還是不帶彈 基本上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北約的一個軍演 那現在的情況對於北約的預估來說的話 就是已經不能排除 北約跟俄國的直接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這一次的軍機的插撞 為什麼美國的國防部長那麼著急 因為他很擔心 最主要是 烏克蘭希望北約介入這場戰爭 烏克蘭也曾經去攻打 炮擊俄羅斯的邊界的城鎮 就是希望俄羅斯擴大這場戰爭 把北約拉下來 那美國他就想管控危機 所以美國在第一時間 打電話給俄羅斯的防長的時候 其實在強調的是 我們美國沒有要介入戰爭 我想哲連斯基一定是大肆所望 這是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呢 美國當然會表示說 你不可以再這樣做 俄國的態度就是 你也不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再來 我還是會再這樣幹 那現在的情況是 如果美國就不去了 北約的國家對美國 就覺得你認慫了 但是如果美國去了 又被弄掉一架 那這個對美國人來講 一架就是2000萬美元 這個對美國人來講 他也會耐不住 但是如果他本身在第二次的時候 他帶彈 這樣子的話對於俄國來講 就構成安全上的威脅 所以相當有可能 他的戰術上會改變 例如說他要在可能朋友的時候 另外一架可能在後面 就做警戒 也就是說如果他的 這種火控系統又打開 那俄羅斯在後面 警戒的鏈 因為每次俄羅斯都是兩架 一架在後面警戒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第一時間 就把他擠毀了 那這個情形下的話 就會爆發美俄的直接的衝突 直接就衝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事情不能小看 因為這是在看待 這個美國的介不介入的一個問題 跟認不認慫的問題 好 可是他在往外延伸 會出現什麼問題 他在往外延伸是 美國一旦如果介入了 兩邊產生衝突之後 北約很有可能就很快就會裂解了 其實北約不會按照各位想像那樣 他們團結一致來對抗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北約有很多的國家 是不主張跟俄羅斯直接交戰的 他們知道俄羅斯 如果跟俄羅斯直接交戰 俄羅斯相當有可能會使用戰術核武 那麼有可能再提升為戰略核武 那這樣的話就是確保 這個歐洲的國家是陷入毀滅的狀態 然後美國跟俄羅斯本身 會不會對於彼此的領土使用核武 這又是未定 因為美國很有可能乾脆犧牲歐洲 那確保俄羅斯不要用核彈攻擊他本身 不要對付我美國就好了 美國很有可能的國防部長 會跟俄羅斯保證 我不會用核彈打你 但是如果俄國用核彈打歐洲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對法國 或是對英國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面臨一個 在過去不敢想像的事情 因為很有可能會爆發這個核武 也有可能會在核武的威脅下 先爆發這種常規的這種軍事戰 如果是常規的軍事戰 這個戰火如果打到法國本身 法國該如何處理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情況 對於歐洲來說的話 他們一般來講預先做演練 都是合理的 因為軍隊本來就是要在預防於未然 而不是發生以後再來做演練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來的就是所謂的價值同盟的戰爭 也就是要拉跟美國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 來對抗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反擊的方法就是要拉這個文明的戰爭 也就是說我們要拉攏的 中國大陸要拉攏的就是主張多元文明 相互尊重 平等對待 然後尊重世界各國各自特有的政治體制 然後也就是說不能夠只是一個顏色 不能夠只有一種聲音的 這樣的一種多元文化 多元文明 用這樣的一個系統 來跟美國的所謂的價值同盟來對抗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推動中 我們就會看到大陸推出全球的文明的 這樣的一種倡議 全球文明 對 它不會只有這一次講 它會一直不停地講 它會在很多的活動中 很多的國際的場合裡面會不斷地去訴說 就好像中國提出來的中國式的現代化 也就是說你美國有美國式的現代化 歐洲有歐洲式的現代化 中國有中國式的現代化 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 那我們的現代化中有相同性 也有不同性 同樣的道理 文明也有相同 也有不同 那要尊重不同的文明 這個體系 這個理論 在國際上會有支持 例如說阿拉伯文明 埃及文明 巴西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 他們會覺得這有道理 那因此用文明的 其實文明也是一種價值觀 那多元文明的價值觀 用來對抗一個單一的價值觀 那也就是一元論跟多元論彼此之間碰撞 看起來很抽象 但是國際間本來就是一種對抗 就是這個主張它會一直持續 中共要喊得越來越大聲 對 怎麼可能會有意外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答案 那當然是故意的 因為你要毀屍滅政 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 當你確定你的政治保護傘不在了 那FBI採取行動了 因為郭文貴原本是跟共和黨的在一起 川普的顧問叫巴農 很友好 而且他本身也跟川普也很熟 那事實上也就是 我們也都看到巴農在被逮捕的時候 就是在郭文貴的豪華的遊艇上 班農也被逮捕了 班農啊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在豪華的遊艇上被擺堵 然後那個豪華的遊艇 就是用這個賬片來的錢去買 那郭文貴本身就是在中國大陸 因為在習近平上來以後 開始反貪腐 打貪腐了以後 因為它涉及到跟 過去的這些大陸的權貴 他們的很嚴重的貪腐的問題 所以就逃到了美國去 那逃到美國去以後 就馬上變成反中的一個姿態出現 也就是說本來就是一個單純的反貪腐 那因為過去的你能夠在北京 搞那麼大的房地產 一定是跟北京的那些核心的政要 有很大的關係 你才有辦法在那地方 批那麼多的地 然後去調動那麼多的錢 然後去炒房地產 那因此當開始反貪 開始行動的時候 他逃了 逃了以後把錢帶去了 去了以後就開始搞政治活動 變成反中 那剛好就是川普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反中 那就剛好一拍即合 那因此他本身 當然一定會有很多的政治利益輸送 給共和黨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民主黨當然對於他要下手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那對於他要下手的時候 那如果他的那些檔案文件 被搜出來 那跟了很多共和黨 甚至跟民主黨有關 那怎麼辦 有錢人他們都是疏通的 都是買通各個政要 您認為就共和黨髒嗎 民主黨的政要不髒嗎 都髒嘛 髒得不得了嘛 所以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一個大火燒光 那當然好 燒光以後就無證據了 可是他的那些錢 那些資產全部要什麼 要充公了 美國都把他拿走 沒收了 你沒有證據以後 你就無法判他 然後接著他說 他說我說的什麼叫腦袋 都在腦子裡 都在腦袋裡面 所以你們哪一 我怎麼咬哪一些人 哪一些人當心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他一定是涉及到美國 很嚴重的貪腐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很熟悉 貪腐的這套系統 那一個很熟悉 貪腐的這套系統的人 在美國那簡直是 太如魚得水了 美國的政治本身就是一個 最大貪腐的政治體系 美國這樣做 就是強盜 而且是經典的一個強盜的典範 我想從此以後世界各國 可以把這個當教科書來學習 T-talk是在美國 我想您上次在 對於全世界的 尤其是在美國 數位化發展中最成功的 10家裡面最成功的 T-talk就是前第三名 非常的漂亮 在美國的發展非常成功 而且遠遠打壓了這個臉書 臉書根本被打趴 連這個YT也被打趴 其實T-talk在美國大大的成功 大大的成功 美國怎麼辦 美國先要它的聯邦政府 州政府不准使用T-talk 那也就那個聯邦政府 州政府不使用 可是問題就是美國的民眾 還是要使用 還是使用T-talk 而且很喜歡 非常喜歡 T-talk在美國的成功 現在在美國又要做一個 更見不得人的事 要把你搶走 他說你中國擁有 T-talk的股份的 因為T-talk是在中國大陸 就是抖音 它是金字頭條 他們本身的一個公司 子公司 然後到美國到國外去發展 到海外的APP的發展中 就改名叫T-talk 在中國大陸就叫做抖音 現在美國要求你在美國的T-talk 你中國的資方 要把你的股份全部都賣走 這是一個賺錢的APP 賺錢的公司 美國人要硬生生的把你 從手中裡面把你搶走 這個行為就跟加拿大 當初對中國的礦產公司 中國當初有三家企業 國營企業在加拿大買了礦產 加拿大政府勒令說 你必須出脫你的所有的股份 那等於是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使很多國家的人 很多投資者對加拿大 不再信任 其實美國幹這個事 美國真的是 又把潘朵拉的盒子 又打開一個 因為從此以後 你美國的企業在中國賺了錢的 或者任何一個國家賺了錢 那個國家就可以把你的資產沒收 因為可以要求你 因為你影響到我的國家安全 所以我要你剝離你的所有的公司 只要是美國的投資方 全部都要把股票賣走 這個是很嚴重的 而且還 像俄羅斯還要求美國 你只能在什麼價錢內賣 那也就是說你必須要賤賣 你不賤賣我就沒收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狠的 這個把世界亂套了啦 沒有人這樣玩的啦 這是強盜啦 尹錫悅他說跟日本不要再糾結 在過去的歷史上的恩怨怨 安庭文雄是滿開心的 這個當然有助於日本跟韓國之間的改善 但是他的前提是在於韓國買單了 韓國不再要求日本對於他侵略韓國 殖民韓國鎮壓屠殺韓國人認錯道歉 對於未安婦不再認錯道歉 對於這些奴工不用賠償 我韓國人幫你賠 韓國的廣大的民眾 他的自尊心受到嚴重的衝擊 他覺得很沒有顏面 他覺得韓國人 韓國政府以錫悅這樣做 然後讓韓國人無地自容 因為以後世界各國人都可以來去殖民 來去佔領韓國 而且可以屠殺韓國人 那最後只要用現實的政治厲害 經濟厲害 財團的厲害 就可以讓這個國家屈服 這個是讓韓國人 感覺到很痛苦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的一個做法 就是對於這個 當時日本時代的奴工 而且韓國的法院判決 日本的這些三菱重工的企業 要賠償給這些奴工錢 尹錫悅說 我幫你找韓國的企業 他們成立一個基金 再用這個韓國人的錢 去給你韓國的這些勞工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等於是日本它大獲全勝 換得來什麼 換得來的就是原來日本對於韓國的三星企業 半導體的洗滌劑 說我原本 因為韓國跟日本原本糾結在慰安婦跟奴工的時候 那日本就凍結了不賣了 現在可以賣了 然後換得什麼 換得你韓國必須要到WTO撤掉對我韓國的告訴 對啊 那我們之前看過 普警惠有所謂的閨蜜 閨蜜的事件 那時候吵得沸沸揚揚揚 現在尹錫悅會不會變成是風水師的風暴 不會 因為很明顯的就是說當時普警惠 他後來因為承受國內的壓力很大 很多人認為他背叛女性 那那個普警惠想要調整的時候 這個閨蜜風暴就出現了 那我們一般判斷應該是美國出手了 然後但是尹錫悅現在是完全滿足美國的要求 那完全符合日本的需要 然後讓韓國的廣大的民眾感覺到尊嚴受損 那怎麼可能會那個醜聞會形成一個力量呢 不會的 你的意思關鍵是美國的態度 之前普警惠是因為讓美國不開心 所以就鬧成那樣 現在尹錫悅做的美國開心到不行 因為美國馬上就要求日本說那個洗滴劑給了 日本就給3C洗滴劑 然後又邀請尹錫悅 撤掉這個WTO的控訴 尹錫悅就撤掉了 我講的都是事實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